韓國日夫人李嘉芬 第三度委託律師到 雲林地院提告 明顯的不實的指控 那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被放大檢視之下 他的人格權 他的名譽權 難道就沒有一個 最基本的保障嗎 指示律師話才剛說幾句 後頭舉牌 似乎更引人注意 第一波挨告的 高雄設立委尼參選人吳佩蓉 直到李嘉芬又要告人了 趕來鬧場 一位提告的媒體 他會說加班姐 只有剩下一宋子棒 手板上不只說韓國日李嘉芬 真權貴假庶民 濫訴前置言論自由 濫用司法資源 心送恫嚇媒體公民 還說李嘉芬 雲林版東場圖 母一天下到高檔餐廳 足以抵上苦人家 一個月殘廢 針對張雅晴女士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 我們提告的 這一次的標的內容 包含說 他在沒有任何事實的 依據的情況下 用誇張聳動的語氣 跟錯指指稱 我的當事人 李嘉芬女士的配偶 也就是韓國瑜韓市長 一個禮拜只有上班三天 這回李嘉芬告的 除了追加再告 新聞主播張雅晴 名嘴鄭沛芬 多加了主持人安又齊 只是什麼事情 那麼起又提告 說法還是模糊 距離選戰 倒數不到一百天 李嘉芬 平平 代夫出征 動作不斷 只是韓國瑜各項 民調走低 反倒最討厭的 政治人物排行 卻得冠軍 第三度提告 不只被質疑心送 想要以戰直戰 恐怕沒有發揮功效 三線新聞料理的羅領傑 雲林報導